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晚上我们就学习了如何透过简略法来修习四大 也就是透过辨识地界 水界 火界 风界的十二个特象 来完成对世界分别 世界差别的修行 透过辨识地 水 火 风 世界可以达到进行点 在达到进行点之后呢 禅修指可以留两条路选择 一条就走指行指的道路 从世界分别一直培育到进行点 然后一 进行点 再转修其他职业处 还有另外呢 是纯观行指的道路 就从世界分别一直修达到进行点之后 当身体变得很晶莹剔透 再尝试分析身体 直到见到色剧 然后再破除色剧的三种秘籍 以这种方法来进入色业处 而开始进入修观之门 那我们昨天就讲到了一十二特象 来修行世界差别的简略法 那我想问问大家 到底世界差别属于止还是属于观 是属于止还是属于观 观还是止 要止要观 我们想想 清净道论里面把世界差别归为修止还是修观 修止 为什么呢 因为止是透过变神世界 它还是属于修止的阶段 而这种方法呢 在大念处境里面也有讲到 是不是 那大念处境里面把 修止世界的归为修止还是修观呢 还是属于修止 对于止行止 对于止行止 窄嘛他 亚尼加来说呢 它就透过 由四大 修止世界差别 和培育起来的定律 再做 以这样的定律 再继续进修 修止 乃至到达到产那 所以对于止行止来说 修习世界的差别一直到进行定 这是他们的职业处 对于纯观行止来说 由于地水火风 它已经涉及到了自信法究竟法 所以如果一位纯观行止 透过修习四大世界而达到进行定 这是纯观行止的心心境 明白了吗 所以我们讲到 如果要正入那盘的话 必须经过七心境 第一戒心境 第二心心境 第三见心境 第四度于心境 第五道会道之间心境 第六行道之间心境 第七之间心境 心境道路里面很明确地说到了 戒心境跟心心境 戒心境是修慧的根 的根本所称慧根 如果一个残求者想要 依纯观行止这条道路和正入内盘 他必须先持戒情境 这是他的戒情境 然后他可以通过修行世界差别 而达到进行定 这是他的心境境 之后再转入修色业处 修圆业处而成就进行境境 然后再追查明思法之音而成就度于清境 然后再以明思法 以及明思法之音为所言 而观他们的无常苦无我 而依次曾经 大会道之间进境 心道之间进境 跟之间清境 这是一个存观行止 所修习的必经之道 我们讲了简列法之后 现在我们再看看详尽法 详尽法的记载是在中部的 《教戒罗后罗经》 《戒分别经》 《生之念经》 等等这些经文里面 还有《大象记忆经》 在这些经典里面 佛道就教导了 以四十颗形象 来修习世间差别 在《清境道论》 缅文版的第一册 第三百零九段里面 就这样说 对以详尽法当之如是 对不太厉惠的禅修者 欲修习此夜处 在导师跟前 以四十颗形象 学习详尽之介 居如前面所说的事 至于住所完成的一切异物 前往近处产作 用如此四种形象 休息夜处 在简列法里面 就是 以硬的性 粗的性 而辨识为低界 流动性 粘结性 辨识为水界 热性 冷性 或者辨手性 跟暖热性 辨识为火界 支持性 跟推动性 辨识为封界 这是简列法的修行方法 对于详尽法的话 那就是用十二种形象 就是把身体分为四十二个部分 然后在这四十二部分 归为四类 地界二十种 水界十二种 火界四种 风界六种 其中在体内 地界最显著的 有二十个部分 他们一次是 头发 体毛 指甲 牙齿 皮肤 肌肉 筋健 骨 骨髓 肾 心脏 肝脏 肋膜 肺 肺 肠 肠肩膜 胃中物 粪便 脑 这是在体内 明显的 地界最显著的 二十个部分 如果一位产修指 想要用详尽法 他先 透过 这二十个身体的部分 先分析 然后呢 再以 这二十个部分的 粗性 阴性 重性 等等 便是 它们为 地界 在体内 水界最显著的 有十二个部分 胆汁 痰 浓 血液 汗 脂肪 泪 油膏 拖液 鼻液 鼻液 关节 滑液 尿 这是在体内水界最显著的十二个部分 对于 对于 对于想要修习 想要修习 详尽法的 禅修指呢 他先 在体内 辨识 分析 至十二个部分 之后 再以 他的 实性 再以 他的粘结性 流动性 而辨识 他们为 水界 体内 火界最显著的 有四个部分 体温 就是体温之火 就是表现为体温 成熟 以变老之火 因为 火界 可以使 巨生 色法 成熟 也就是 这是以变熟性 为火 来辨识 发烧之火 如果想要辨识 这一种 发烧之火的 产修指 可以取 在发烧的时候 体温升高的 或者说 中轮捏迹 等等 那个时候 所 在身体里面 生起的 火 的火界 第四 是消化之火 这四种 是在体内 火界最显著的 部分 体内风界最显著的 有六个部分 第一 是上行风 例如 打嗝啊 咳嗽啊 打喷嚏啊 这些 全部上行风 下行风 就是导致 能够 打小便的 放屁的 这些是下行风 第三 以腹内 腹内 以 大小肠之外 在腹部之内 就是腹腔之内 而在大小肠之外 移动之风 第四 在大小肠内 移动之风 肠内的风 能够推动 所吃的食物 那 假如说 如果在腹内 大小肠之外 之间 的风 如果不调和 或者说在肠内 的风 如果不调和 剥夺过增胜的话 我们就会感觉到肚子生风 或者感觉到肚子痛 就是 有一致一种 由肚子生风 造成的疼痛 就是由 这一种风 间 过度的增胜 显著而带来 刺激到 神体的身经死 造成的疼痛 第五 是在肢体内 移动之风 或者说 在肢体内 循环之风 第六 是入膝 与出膝 也就是呼吸 如果想要 用这种 详尽法 来修行的话 可以先把身体 这个身体 分为四十个部分 然后 再 把其中的 地界最明显的 二十个部分 便是 依它的硬 依它的粗 依它的肩性 便是为地 在体内 水界最显著的十二个部分 一叫它们的 湿性 它们的流动性 粘结性 而变成为水 对于火界的四个部分 就是以它的变熟性 或者暖性 日性 而变识为火 风呢 是 以它的移动性 或支持性 而变识为风 还有另外一种 更详尽的方法 就是禅修子 在修四叶处的时候 如果它已经能够辨识到身体里面的色剧 然后再辨识四剧里面的究竟色法 它继续去辨识 在 在头发里面 一共有四十四种色法 在体毛里面也有四十四种色法 在指甲 牙齿 皮肤 肌肉 筋间骨 骨髓 肾脏 肝脏 肋膜 肺脏 肺脏 等等这些都有四十四种色法 在变识肠肠肩膜里面有四十四种色法 胃中物 刚刚吃下去的食物 有八种 十节生色法 分别呢 也有 如果在体内的话 它有心生色法 一旦排除了体外 就只是 八种 十节生色而已 然后脑呢 也有四十四种色法 就是依这样的方法 来辨识 身体的 四十个部分 每一个部分 用究竟法的方式 来 分析 辨识它们 当然 如果要修四叶处的话 有两种辨识方法 一种呢 是一六门的方法 就是 眼出门 耳出门 鼻出门 时出门 身出门 心所欲出 还有四十二身份 这些我们都可以 在清静道德里面 讲道德 在 成就 见清静 和培译 明色辨别制的方法 来去辨识 那这是 对世界差别的 详尽的 修行方法 那具体的 修行方法呢 那我有在 大家有机会 修到 四叶处的时候 我们还会在 详尽的 去指导 那下面我们 再继续看 色法的部分 色法 一共有 二十八种色法 其中 四种称为 世界 也称为 大种色 而 二十四种称为 所造色 就是四大种 所造的色法 或者呢 这二十八种色法 又可用 另外一种分法 就是十八种 称为 真实色 又称为 完成色 十种呢 是非真实色 又称为 不完成色 下面我们 先来 学习 十八种 真实色法 这十八种 真实色法呢 第一 是四大种 地界 水界 火界 风界 第二 是五 镜色 这里的镜 是透明 明镜的意思 有五种 分别是 眼镜色 耳镜色 鼻镜色 实镜色 和深镜色 还有四种镜色 这里的镜是外镜的镜 对镜的镜 就是分别是眼耳鼻石 所对应的镜 意思是颜色 声音 香 及气味 和味道 真正的镜 是有七种 但是我们一般讲到的 眼耳鼻石 身所对应的是色 声 香 味 什么 醋 为什么没有 醋呢 难道 醋不是金色吗 为什么没有 醋呢 知道吗 我们讲到的 醋 昨天刚讲的 醋表现为什么 表现为 我们知道 就是轻啊 重啊 冷啊 暖啊 是不是 那这样的话 醋 其实 是在四大种里面的 低界 火界 和风界 并没有专门的一种 镜色 称为醋的 如果这样的话呢 我们如果一定说要有醋 那它就是 地火风三界 这是四种金色 还有两种性色 是女性根色 和男性根色 加上一种是 心所欲出色 简称心色 一个是命根 这个命根是色命根 也就是维持色法的 生命的 还有是 食素 那我们就 下面就先 讲一讲 四种 镜色 就是环境的镜 四种镜色 镜色的第一种是 颜色 Luba 这里讲到的镜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的镜 是指对象 所言的意思 所言是什么意思 所言就是 我们平时所说到的 能够认知 被认知的 认识的对象 例如 我们说的眼睛 看到的 所言 是 颜色 或者光 而 听到的 是 声音 那 能够 圆的是 眼识 所言的 就是被 缘起的 被认知的 是 颜色 那 对耳朵的 能够听的是 耳识 被听的是 声音 那我们说的 被认知的 被相应的 根实 所认知的 称为 所言 例如说 被我们的心 所认知的 称为 法所言 所以这称为 所言 所言就是 它是 特质 特质 心来说的 心是能源 那 它的对象 所对应的 就是 所言 眼识 所示 这个是 颜色 也就是 它是 眼识的 所言 我们眼睛 所看到的 是 颜色 其特相 是 撞击 眼睛色 如果 用一种 比较容易 理解 但是不是 标准的话 来说 颜色 撞击 我们的 眼睛 其实并不是 说真的 颜色 飞过来 撞击 而是说 由于这种 作为一种 所言 它能够 带对我们的眼 眼睛色 带来 冲击 所以我们的眼 是有反应 就好像 说 我们的眼镜色 就类似于 感光片 一旦 有了光之后 外面的 颜色 就立刻在 我们的眼镜色 里面感光 一视 我们可以说 由于这些 外界的颜色 这些光 冲击 撞击 或者影响到 我们的眼镜色 一视 我们可以说 看到什么东西 看到什么东西 其作用是 作为眼识的所言 就是 我们用俗话来说 眼睛所看到的对象 表现为 作为眼识之镜 即 眼睛所对应的外镜 镜音 是统一力色剧中的四大 颜色不可能单独存在 它必须得跟地 水火风 四大种一起存在 那我们再看第二种 是声音 散灯 声音的特象是 撞击耳金色 也就是 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声音 能够撞击到我们的耳朵 使我们可以听到声音 作用是作为耳时的所言 即耳朵听的目标 表现为 作为耳时之镜 就是耳时所对应的对象 即耳朵所听到的对象 静音是四大 就是地水火风 我们再看香 感的 感的是气味 直译为香 但是这里讲到的香 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很好闻的香 因为在巴黎里面 如果说很好闻的香 叫做酥感的 就是好香 如果很臭 叫做毒感的 毒感的 就是臭的意思 但是你讲到的香 它是个中心 它只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气味 特象 就是它的特点 是撞击鼻青色 作用是作为鼻石的所言 就是我们说 能够嗅到的味道 献起就是表现为 它能够作为鼻石 将对应的对象 静音是地水火风四大 例如我们说到气味有 糖香的气味 食物的气味 还有例如说 臭味 好像心臭 山 山味 腐烂的腐臭的味 腐臭的气味 等等都是属于这里类的香 第四种禁止是味 辣斯 这里的辣斯是味道 比如有酸的 甜的 苦的 辣的 咸的 味的特点是 撞击石进色 就是撞击我们的石头 作用是作为石石的所言 也就是我们的石头 能够尝到的味道 表现为 作为石石之境 就是石头所对应的对象 静音是地水火风四大 我们讲到这些地水火风 颜色 声音 香味 这些都属于究竟色法 但是我们不能够理解说 在一粒色剧里面 这个是属于地 那就是这一块 是属于地 那一块属于水 那一块属于火 那一块属于风 这块属于颜色 不是这样的 而是说 在一粒色剧里面 它的坚硬性 就是地 能够粘结在一起 是水 它的温度是火 它的运动 或者说能够支持的是风 设计的颜色 是色 是颜色 它的气味是香 它的味道是味 等等 例如我们说 假如这是一块石头 如果我们说 这块石头 它的坚硬性 是属于地界 它能够粘结在一起 是水界 它的温度是火界 它能够支持 这是风界 它本身的颜色 是颜色 是色 它的气味 是香 它的味道 是味 但是 如果我们把这个石头 再破成两块 那它的地水火风 颜色 香味 还是怎么样 是不是 再把它破 还是怎么样 再把它继续破破破破到 乃至微尘 它还是 它的坚硬性是 低 它的粘结在一起是水 它的温度是火 它能够支持是风 是不是 就是这么样来理解 而不是说 在历史记里面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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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 富富相干 不能够这么样理解 那还有另外一种是食素 这也是究竟食法 Oja 食素的特象是 食物里面的营养素 或者说色法里面的营养素 它的作用是维持色法 表现为能够遮养色法 其到维持色法存在的作用 那在一粒色剧里面 地 水 火 风 这世界呢 我们称为 构成一切色法最基本的元素 就称为大种色 而这一粒色剧里面的颜色 我们称为色 它的气味 称为香 它的味道 称为味 而它本身 能够维持的 它的营养素 称为食素 所有的色剧 必定会有这八种的 这称为八部里色 我们一般讲到 任何的色剧 最基本的组成 构成的因素 就是这八种 所以称为八部里色 就是它不可能分离的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如果把一个物体 一个色法 一个物质 破为两边 地它还是滴水 水火 还是火 风 还是风 那我们要记得 八部里色 地水火 风 色香 味 十素 要把它记得 因为以后 我们写到 不同的 不同类的色法的时候 我们将经常会讲到 那我们下面再来看看 五种 静色 这里的静是 Masada 静 我们讲到 Basada 有几种 意思 例如讲到 升起了信心 静信心 这个也叫做 Basada 而讲到 透明 明镜 也是Basada 在这里 是指 色法的 静 你有讲眼镜色 叫做 Jakubasada 眼镜色 这里的眼镜色的 静 它是一种 透明的 而且敏感的物质 在 所有有生命的 身体 四身里面 色聚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 是透明的色聚 称为明镜色聚 一类色聚 是不透明的 称为 非明镜色聚 明镜的色聚 也就是 镜色 它能够对 外界的撞击 敏感 能够起反应 在这里先讲 眼镜色 眼镜色 是位于视网膜的镜色 对颜色 和光 的撞击 敏感 我们的眼睛里面 有一类的色聚 是透明的 这种透明的色聚 里面的眼镜色 对外界的颜色 和光 有反应 也就是说 它有点 类似于 现在 医学所说的 视网膜里面的 视觉细胞 但其实如果是 按照 阿比达姆来说的 视网膜里面的细胞 有无数的色聚 而 在这些色聚里面 就有一类 是属于 眼神法剂 眼神法剂里面 就有一种叫做眼镜色 它能够对外界的光 的撞击 能够有反应 能够敏感 所以眼镜色的特点 是准备让色所眼 撞击的大肿之境 就是明镜色 这里的镜 就是敏感的意思 作用 是能够取颜色 为目标 眼镜色 是位于视网膜里面的镜色 它对颜色和光敏感 表现 作为眼神的衣橱和门 我们能够 看 能够了知 这个是颜色 能够对颜色有反应的 的心 称为眼神 但是 眼神的生气 必须得要有物质的基础 不可能说 没有物质基础 而能够看的 那这里的物质基础 就是眼镜色 而作为门呢 也是 眼神能够看 它必须得有一定的管道 那眼镜色 可以作为 眼神看外面 颜色的管道 所以门 就是管道的意思 在五蕴世间里面 五蕴世间就是 只要众生 具有色受想形式 那所有的五蕴世间里的 众生的生命 所有的心识 它都必须得要有物质基础 依物质基础 才能够生起 没有物质的基础 不可能生起 而作为心识来说 例如眼神 眼神能够起到看的作用 看的作用 它必须得要 它是由眼神来执行 但是眼神 它必须得有两种物质基础 离开 我们称为眼睛 眼睛色 有没有眼神生气 有吗 没有 如果有的话 瞎子都能够看 是不是 为什么瞎子不能够看呢 因为眼睛色 或者有一先天 或者后天会坏了 所以我们说 瞎子看不到东西 这就是 它的眼神不能够发挥 看的作用 如果说没有外界的颜色 即使你的眼睛在日里能够看吗 也不能够看 那外面的颜色属于心 还是属于色法 属于物质 还是属于心理呢 是属于物质现象 所以我们说到的心 在五蕴事件里面 心的身体必须得以物质基础 所以我们说 佛教 心跟色 它是相互相成的 不能够说 只是一味说 佛教是违心 佛教是违心 只要是违 它就是极端 佛教是反极端的 所以不要违心 那这里讲到的 作用眼镜丝所称起的 禁印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指令 节的原因 就是 缘以四爱的夜生四大 这里讲到的夜生四戒 或夜生四大 是什么意思呢 凡是有生命的众生 之所以拥有生命 是他的生命怎么来的 由于过去所造的夜 成熟了 带来的结果 所以我们说到的 这个五蕴 这个色神 这个色神是果报神 只要有果报 有结果 必定会有因 他的因 就是我们过去所造的夜 因为过去所造的夜成熟 那他就能够组合 重组成为五蕴 夜是因 而由夜组合的五蕴 称为果报 那我们现在的 这一个色神 这个眼睛 它是不是果报带来的 是不是 既然是果报 那么他的原因 就是过去所造的夜 而且这种夜 它是由于缘以四爱的夜 为什么每个人的眼睛不同呢 知道吗 有的人的眼睛 可以看很远的地方 但是有的人的眼睛不行 有的人的眼睛 在很黑暗的地方 看到有的人就不行 我问之后又再挤一个例子 不同的生命 他的眼睛不同的 好像天人一样 天人 天生就拥有天眼 天人的眼睛 不用练出来的 他都具有天眼 但是如果我们作为人的话呢 我们要拥有天眼 知天眼通 我们必须通过修习 除非你是正博了 那你的神通自动发 要不然的话 我们也通过修习 那为什么称为天眼 第八讲究呢 在经典里面讲 超越人界的清净天眼 就是说 他能够看到很远的地方 他能够看到 我们人一般眼睛看不到的 例如说 非人 鬼略的众生 看得到众生 过去的夜报 能够看到到未来 这是属于天眼的范围 作为天真来说 由于他的果报很殊胜 所以当他一投生 他就可以看得到我们 平时看不到的东西 这称为天眼 那我们人的眼睛是什么 叫做肉眼 肉眼能够看得到 是不是所有的物质 都可以看得到呢 不是 红外线可以看得到吗 紫外线可以看得到吗 我们所说的人的肉眼 其实所看到的只是 用现在的光学来说 只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光波而已 是不是 那还有很多的 我们看不到 利于我们现在的空间 充满的电波 看得到吗 但是如果你有手机 你就可以收得到很多的 信号 是不是 但是我们看不到这些东西 如果用仪器来测 它就可以测得到 令我们身体发出的热能 热量 看得到吗 看不到 但是如果是用一种敏感的仪器 可以 我们就发现了 会有热能的发出来 这些是色法还是心法 是色法 那如果说我看得到 我才相信 我看不到 我不相信 那如果怎么样 你的眼光实在太狭窄了 是不是 很多东西不是说 你看得到 你才相信 很多东西你看不到 你也得相信 因为它是实际存在的 又比如说 有些好像猫头鹰 猫头鹰的眼睛 它晚上可以看得很清楚 一到白天 它就有如瞎了眼 是不是 猫的眼睛呢 它白天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晚上 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而 很多动物 它就有 具有特别的 它的眼睛具有特别的能力 比如说阴 老阴 它可以在 很远的地方 看到很细小的东西 的移动 是不是 为什么会这么样呢 因为不同的生命界 它们的果报是不同的 而 为什么 果报会呈现千差万别呢 由于什么 由于过去的夜 所以我们讲到的 静音是 源于夜生四大 四大就是地水火风 它表现为色法 但是它们的成因 是由于过去所造的夜 由这种夜成熟 投射到相应的界 那么它就会拥有相应的眼睛 我们人类的眼睛 几乎相差不会太远 所看到的范围也差不多 但是呢 为什么有些人的眼睛很厉害 很犀利 有些人的眼睛不行 有些人也不爱我眼睛 会变成近视 那到了一定的年龄会老化 有些人的眼睛呢 它看近的可以看得见 但是看远的就看得比较朦胧 为什么 因为大家的夜不同 但不过呢 毕竟大家都是 由于相类似的夜 同身为人 所以我们的眼睛 所看到的范围 也差不会太多 例如说有些人呢 他天生 他色盲 天生色盲 就对于他这种人来说 色盲的人来说 有些颜色看不到 有例如 据说狗 看到的青草 看到草地 就好像一片灰蒙蒙的 据说是怎么样 为什么呢 这个也是由夜造成的 所以我们说眼睛色 毕竟它是色法 而这种色法是果报色法 这种果报色法是由夜而生 由夜而带来的 所以我们说眼睛色 是属于夜神色法 那我们如何来辨识眼睛色 眼睛色 它不可能单独的存在 它必须得以色聚 去的方式而存在 聚就是组合的意思 嘎拉巴是组合 但只要是组合 它还是属于概念法的范畴 不过呢 如果离开的聚 那么又没有所谓的眼睛色 毕竟色法 它必须得以组合的方式出现 如果我们想要见到眼镜色 我们先要找到眼神法具 就是在我们的眼睛里面找到眼神法具 当我们找到了眼神法具之后呢 我们再去破除它们的密集 查找眼睛色 那应该如何来去见到眼睛色呢 如果一位禅羞羞 他已经有了禅纳 他应该先进入禅纳 例如他可以先进入初禅 一两分钟 第二禅 第三禅 一两分钟 第四禅 他可以稍微再久一点 例如五分钟或十分钟 从禅纳出定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的心很明亮 很晃耀 他就借助禅纳之光 然后在眼睛这个地方修四大 他先辨识前身的四大地水火风 一直到身体变得很明亮 之后他再继续辨识 这个明亮身体里面的地水火风四大 乃至到身体变得很晶莹剔头 然后呢 他就不要去注意身体里面 他就直接在眼睛里面 再辨识他的地水火风 之后呢 他会发现到 在眼睛里面变得很晶莹之后 他再去破除里面的空间 尝试看到色剧 当他看到色剧之后 他会发现在眼睛里面 我们所说的眼球里面 有两种透明的色剧 当一位产生者见到了色剧之后呢 他就应当尝试去查找 色剧里面的究竟死法 只是看到色剧是不行的 为什么 因为没有破除秘籍 也就是说 一切的色法 它不会单独存在 它都是以剧的方式存在 但是只是看到剧是不够 因为那是概念法 应该如何破除概念而见到 究竟色法呢 我们说到的色法 它有三种秘籍 秘籍 巴黎也叫做卡纳 有时候也翻译成 肩后 我们平时所看到的 这些物质都有形体 好像是真实存在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觉呢 因为我们没有破除它的秘籍 色法一共有三种秘籍 第一种是相须秘籍 三大地卡纳 由于有了相须秘籍 那我们所看到的物质 它好像能够存在一段很长的时间 例如我们的身体 人的身体 可以随着寿命的长短 它可以活到60岁 70岁 80岁 90岁 哪知道100岁 100多岁 是不是 那在整个生命期间 好像都是同一样的东西在存在 是不是 因为例如说 我们说 现在这个表 这个表从出场 它最后悔化 也许它能够使用七八年 或者十年 那在它没有悔化之前 我们都感觉到 好像这个是真实存在的一样 是不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觉呢 因为物质被我们体验为 好像它会持续的存在 这叫做相须秘籍 如果我们破除了色法的秘籍 我们将会发现 色法是刹那刹那神秘的 先不要讲 我们从佛教 阿比达摩 究竟意义来讲 我们甚至从一般的 世俗的科学 把这个 就用物理学来讲 把这个物质全部分析 它可以分为很多的分子 是不是 再继续观察会有很多的原则 然后再分析 可能会有直子 中子 利子等等 那所有这些 它都是怎么样的 极其快速的运动 是不是 如果我们把这些 我们通过智慧的光 我们通过光子 一直看到色法 会发现到 色法没有一刻的体验 极其快速的生灭 由于灭气之后 里面 就是在当色法 在达到注尸的时候 它里面的火箭 又会产生新一代的射击 那所以 就是色法一代一代的灭气 但是不断的有 新一代的色法生气 在生灭之间 它都是好像维持着 一定的时间段 所以我们感觉好像 这个物体是实际存在的 这个就是相续密集 第二个密集 是组合密集 三五号 卡纳 所有的色法 它 所有的究竟色法 不能单独存在 它都是 以具的方式存在 例如我们说到的身体 身体有很多的色法组合 而这些色法例如我们说 有头啊 有躯干啊 有脖子啊 有手啊 有脚啊 这些组合 如果我们再分析呢 它会有头发 有毛 有皮 有肉 有血管 有骨头 有牙齿 有眼球 是不是 如果我们再分析 那个六号 分析眼球 眼球它会有眼白 会有眼珠 然后再分析里面 它有四管模 就再继续分析 一直分到不可再分 我们发现到 在我们的眼球里面 它有眼识法计 有生识法计 有信识法计 有命根究法计 有心生八法计 时节生八法计 跟时生八法计 有这些色法的组合在里面 就成为色局 如果我们没有去破除 它的密集的话 我们看到的都是一堆的东西 色法都是一堆一堆的东西 呈现出来的 它不会单独呈现 所以我们说要去 破除这种组合 连设计本身也要破除 才能够看到究竟色法 我们看到究竟色法 它是没有组合相的 如果我们看到究竟色法 我们就不会有句的概念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 当成一个整体 我们还是看到 这个只是一个组合 例如说我们看到神田 结果我们不去分析它 头发 头发 提毛 直起来 压子 皮肤 我们看到它是一个整体的人 也是我们 只想起来谭 这个人很漂亮 这个人很丑陋 等等 就是这么样 所以这个是组合 任何的色法 任何的物质现象 都是以组合方式存在 但是组合本身 它就能够欺骗我们的心 第三是公用秘籍 每一个究竟色法 都有它的作用 我们推个广子 我们说的任何的物质 它的存在都有作用 例如说 水可以给我们喝 火可以取暖 物质可以住 车可以开 大地可以给我们走 可以存在我们 是不是 这个就是它的作用 但我们之所以 因为这个东西可以 这样那个东西 就因为我们的心 给功用秘籍所蒙蔽了 如果我们见到了 究竟色法 我们会见到 将会见到地界 地界有印 有支持色法的作用 水界有水界 呈现出粘结的作用 火界能够持 使色法成熟的作用 能够提供暖的作用 封建能够支持色法的作用 这些 当我们看到了 究竟色法之后 我们将会了解到 其实 这个好像钟表 它能够给我们看时间 它只是一个概念而已 真正我们分析到里面的究竟色法的话 它只是地水火风颜色 香味食素而已 然后我们再看里面的究竟色法 它的作用 然后我们就不会给 这里看到这个东西是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称为公用秘籍 这个称为公用秘籍 唯有破除了秘籍 物质现象 所蒙蔽 所欺骗 当我们了解这三种秘籍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 如何破除秘籍 而见到究竟色法 我们刚才讲到的眼镜色 眼镜色不可能单独存在 它都是以拒绝的方式存在 而眼镜色只存在于 眼识法局 这一类的试据当中 而这一类的试据只存在于 我们的眼珠眼球里面 那应当如何来去见到眼镜色呢 我们先接着刚才所说到的 在眼球里面修起四大 一直到见到试据 见到试据之后呢 我们将会发现到 在我们的眼球里面 有两类的透明的试据 一类透明的试据是眼镜色 一类的透明的试据是 圣经色 当我们找到了其中的 一类的透明试据之后呢 我们尝试去看 再去找外面的一类设计 或者说我们尝试去看外面的颜色 然后再看 这一类设计对外面的颜色 有没有反应 如果有反应 它就是眼镜色 那我们就取这一类的色据 然后我们就去辨识 尝试辨识这一类色 这一种透明的色据里面的地界 如何去辨识它的地界呢 因为之前我们已经可以 在身体里面辨识地水火风了 那地界呈现为什么 地界呈现要么是硬粗重 要么是软滑轻 同样的我们在 这一类透明的色据里面 我们尝试去辨识它 看它有没有硬粗重 有没有软滑轻 在这一类色据里面 有没有硬粗重呢 有没有 它必定会有 我们当能够辨识它 或者是硬 或者是软 或者是粗 或者是滑 或者是重 或者轻 它就是地界 之后呢 我们再看 这一类色据里面 粘解成型的 它就是水界 再去尝试看它的温度 它的温度就是火界 而能够支持就是风界 所以这一类色据里面 也有地水火风 然后我们再 看一看 这一类色据 有没有颜色 当我们看得到 这一类色据的颜色的时候呢 那就是属于它的颜色 然后我们再去 查找这一类色据的机会 在刚开始的时候呢 尤其我们辨识 这一类色据的 气味有困难 那时候我们尝试去 感觉我们的鼻子 然后呢 我们再去尝试 找去看这一类色据 看我们的鼻子 对这类色据有没有反应 如果有反应呢 这种能够 我们的鼻子有反应的 就是它的气味 然后再看它的味道 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们还没有经验 所以我们可以 接着先辨识石头 然后再看一看这一类色据的味道 如果是有反应 那它就是属于味 当我们上巧了之后呢 可以直接从意门 去辨识它的香跟味 然后再看这一类色据 它的营养素 能够维持这一类色据 能够看到色据的人 它就能够看得到 看到它的营养素 就是不断地支持这一类色据 这个就是食素 然后再变成它的命根 所有的夜生色据都有命根 为什么呢 所谓的命根就是 我们一看这个四季 就是有生命的 为什么说我们 现在看到的人 或者说直接有生命的动物 我们看到它 它就是好像有生命的 即使是睡着的跟一个人死去 它的感觉不同 为什么 因为它的色法有命根 一切的有生命的物体 都有命根 而一切的没有生命的物质 包括桌子啊 凳子啊 石头啊 树啊 草啊 花啊 它们都没有命根 命根属于夜生色法 也就是说过去所造的业 成熟带来的火爆色法 它就会有命根 那我们能够看到这一四季之后 我们再看这一四季有没有命根 也就是说这一四季 它有没有生命力 如果有生命力 这个就是属于命根 如果我们再看体内的心正色法 实跌生色法 实跌生色法 我们看到它就没有生命力了 这个就是没有命根的 而夜生色法必定会有生命力 之后呢 我们再去看一看 这一四季的本身 它的透明 它的透明能够对外在的颜色 有反应 我们尝试先去看看外在的颜色 或者看看附近一粒 色距里面的颜色 然后再看这一粒透明的色距 它能够对颜色的撞击有反应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它本身的透明就是眼镜色 于是我们在这一色距里面 就变成了一共有十类的究竟色法 其中地 水 火 风 这四界 是一切四季最基本的 称为大种色 再加上颜色 香味 食素 这四种所造色 这四种所造色 再加上前面的四种 大种色 这八种是一切四季最基本的成分 那由于这一类四季是有生命的 所以它的生命令是命根 而这一类四季本身是透明的 所以它的透明是眼镜色 那这一类四季一共有 地 水 火 风 色 香味 食 兽品 跟眼镜色 十种 由于这十种究竟色法 组合在一起 我们就产生了有所谓的眼识法 具这种色具的组合概念 但当我们找到了色具之后 我们还必须得起辨识里面的究竟色法 我们才看到究竟色法 要不然我们还是属于体力在具的范围 那这就是眼镜色 眼镜色是存在眼识法具里面 或者说由于自一类的四具 拥有眼镜色 所以它以眼起名字 由于自一类色具 它一共有十种究竟色法 所以称为实法 由于它是由这些色法的组合 所以称为具 我们称为眼识法具 在我们的眼镜里面 就有这一类的色法 就是物质的组合 我们讲眼镜色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来继续讲 金色 比金色 石金色 圣经是等其他的究竟色法 代表 明天再来继续讲 那些眼镜色 的眼镜色 墙 当icz施的 我 那是 经济 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